最新10架登陆显示台北市信义区永吉路上 屋龄43年的透天措 有建商看好了围老改建商机 去年10月以15.4亿买下 创下去年的区域新高价 而台北市的第一件围老案 最新也拿到了使用执照 税变为八字头的电梯滑下 钢筋外露 墙凤生出杂草 信义区永吉路上的这排老旧透天措 跟部分铁皮屋 屋龄43年基地来到300多坪 实价揭露最新出炉 已经被建商在去年10月 以每坪505万 总价15.4亿元买下 创下去年信义区的最高纪录 因为它的北侧毕竟还有一个国有地 那想要透过都根跟国有地一起来做开发的话 可能它的时间性跟不确定性就会拉得比较长 那因为它基地基本上已经有300坪 这样子的一个规模的话 假如它自己开发跟林地的话 做围绕 这样子的速度应该是会比较快 化身地上10层 地下3层 总共36户的电梯滑下 北市围绕案进入到开花结果期 107年3月我们完成了难政力评估 那同年的大概六半年后在9月份核定它的重建计划 在108年1月领得这个建造 墓台北市的重建建数大概有593件 那核准的有448件 平均起来大概是每个月有20件的 随着北市缺乏可开发宿地 越来越多开发商看准都根与为老改建 争取高额的容积奖励 尤其产权越单纯的饭店 也趁着疫情期间资产活化 甚至有一些像早期这种 大稻城商圈这种 例如说在商业区的这种透天厕 它可能三四栋 然后它合起来基地超过100坪左右 它有可能就直接改建了 那这样子的一个围绕的商机 目前看起来其实还蛮热的 近两年多家旅馆 包含六幅客栈台北富敦跟国宾 都投入了为老改建 不过为老时程奖励逐年递减 基准融奖8%的期限 直到今年的5月12号 预计落日前仍有一波申请热潮 记者高清乔大龙台北仓报道 理计商 都冷静 非常不可的 将来 无论